旋已拉蟹 蜜已畜生大孤海老牙蜜 蜜牙耳就唔 老牙海底又撈河賴 大家是否聽到勾頭呢? 這首歌謠用了鴨洲話 唱出鮑魚生活 亦是鴨洲這個小島昔日的寫照 鴨洲位於本港新界東北水域 形狀好像一隻瀑在海面的鴨 面積只有0.04平方公里 這裏曾經有過千人口 但是隨著70年代的移民潮 現在只剩下三個人住 包括一位90歲人稱長老的陳秀東 世事故請長老 掌老有什麼力道理呢? 在這裏之前在這裏住 由耶穌,耶穌人類救子來 耶穌說我到真理三娘來 所以我更從命 那個年始九十歲 1928年 我看見什麼 我説你六十雕歲 我看見夢看 你六十雕歲 我那年始九十歲 长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 原来与小岛起初的发展都有关 亚洲原本是荒岛 邻近的渔民都会在这里的海域捉鱼 去到50年代初 有基督教会在这里建教堂 聚集了一帮信徒 并且落地生根 这里除了混含诞家文化 也保留着珍贵的地质遗产 亚洲是全香港 有人居住最小的尼岛 另外第二步就是 原来我们有一个很天然的 大家去谈论一下 乘搭船来经过 很天然的海蜆 那个眼是原来 是一个这么天然的美丽的地方 还有原来那些颜色 是原来全港来说 几乎是一模二的 是红色的角力 我们原来有这么珍贵的保障 为了保留和推广丫洲文化 村民近年回流 和政府合力收复村落 又将岛上的渔民子弟学校 改建做鸭州故事馆 故事馆逢星期日 和公众假期指定时间开放 设有导赏服务 未来会增设街道 由马尿水码头开出 预料今年9至10月会开通 东网记者周文来不到 优优独播剧场——Yoven �ür hosts 感谢观看